在非洲、特尼西亞、一帶 激烈的糾纏 真的要這樣飛一下嗎? 心溫仔有這種玩具真是開心 大家好,身體健康 今天有繼續和大家做TOYESTV的玩具堂 今次一次過和大家介紹兩個產品 為什麼呢?有原因的 除了提醒大家多些洗手 保護自己之外 祝大家身體健康 今天這兩個COBE產品 有點淵源 為什麼一起呢? 每次介紹產品的關係 沒有關係 很難出去擺在一起 今天和大家介紹兩架COBE的戰機 二次大戰的戰機 一對活寶貝 一對死對頭 這兩個戰機 由二戰的早期 在歐洲西線的戰場 直到戰爭完畢 其實一直都在競逐 這兩架是什麼呢? 一架是英國的王牌戰機 Speedfire 噴火式戰機 另一架是 德軍 當時德軍的 一個早期的 常用的戰機 BF-109 這個F-4Trop 就是非洲用的戰機 講完之前 再跟大家講講幾個歷史 先講一對這架 Speedfire 這架叫Super Marine Speedfire 有royON 這個中隊XZ6 或者ZX6 應該是ZX6是比較適合的 ZX6其實除了是RAF 即是皇家空軍之外 其實這隊人多數的飛機師都是波蘭籍 所以跟Kobe 這間公司是來自波蘭 有少少淵源 所以就選了這個 當然在產品裡面 以我所知它有不少的Speed 5 起碼有三架 當然是不同款 不同款它有配置不同的 例如是飛機場的設施 一些裝備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所以如果要留意到 不妨可以去 Z7那裡 可以拿一些說明書 這些是Catalog Catalog裡面有介紹到這些 產品 就介紹了這些 飛機積木產品 是不少的 看回Number型號 其實這兩款都是 去年推出的 不是很久的 其實看回它很多 飛機積木產品 它們都不認識 出很多款 即是它們會改造型號 或者DECO不同 或者是機的Variant 即是不同版本 它們都會出的 當然機身大致上相同 但是有些細節是不同的 它們都有跟足的 這次你介紹這兩架 真的值得說說 是5525 一個呢 就是5526 一起出的 完全有原因 因為這兩架戰機 就是當時 二次大戰 歐洲北非戰場裡面 對壢的兩種機種 而這兩隻機種 這兩隻機 都有很多 特別的故事 當然我跟大家說 最為別人 就是 津津樂道的故事 就是 這一個呢 就是波蘭機隊 當時波蘭已經很早 已經被德國侵略了 可能很多的 軍事人員 或者逃離了波蘭 就會加入了RAF 所以這隊機隊 這個是波蘭機師 但也是皇家空軍 在北非跟德軍糾纏戰鬥 這就是Speedfire的Mk9 無論是顏色或型號 都是非洲用的 它的對手是什麼呢 就是這架 這架 這架 BF109 Chop F4 BF109 F4 Chop F4其實這個型號 是比較少一點的 但都是非洲戰場 而這架機 和剛才的Speedfire 歷史記錄有個揮揮的 怎麼可以揮揮的 怎麼可以揮揮呢 你認識貨的你就知道了 這架其實是 Meslis的座架來的 發音不知道是否正確 但就是一個 其中一個很傳奇的 德軍王牌機師的座架來的 這個號碼 尤其是這個號碼 除了號碼 和顏色標記之外 證明到是它之外 留意美翼 有33架激舵的紀錄 激舵對方的紀錄 這些通常都是PILOT ACE 都會有 無論是塔車和飛機 以現時代 尤其是德國 喜歡把一些戰績 放在機身上 飛機就是機尾 或者是這些位 美國就流行這邊 或者是德軍在炮管裡 打圈 為什麼Meslis這麼厲害呢 其實他的戰績 雖然不是德軍有史以來 最強的那個 Eric Hammond Eric Hammond 就是350多架 即是嚇死人的 那個紀錄 因為一打倒300多架 如果你玩過遊戲 或者看二戰歷史 其實在空戰的Dogfight 其實是一些很短時間 兩三分鐘發生的事 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可能在天空上搜尋敵人的時候 就一直找不到 但一看到 其實可能是十幾二十秒的時間 敵人就接近到你身邊了 即是你看到我看到他 以前大部分的作戰時間 都是靠肉眼的 所以呢 就是很緊張的狀態 他可以打到300多架機 而他自己沒有 即是最後戰爭完畢 他也是健在 其實是很難得的 而Pilot Ace也是有危險 他也是人 所以這個Masterless 就是一個比較傳奇的 我經常覺得 機動戰士的紅瑞星馬沙 其實就是找德國的Ace 做一個圓形 為什麼呢 雖然他的紀錄不是最高 但其實他的紀錄是在1942年 做出來了 就擊倒了158架敵方的機 而大部分是在西線 這個是很很很不同的 看東線 因為很多擊倒王 就在東線那邊 就搭對蘇聯的飛機 當時蘇聯的空軍和機師的質量 據聞都是沒有那麼好的 所以他們呢 在東線能夠拿到戰績的機會 平均應該是容易一些的 因為在西線對英國的機師 甚至可能對美國的機師 是更加難得到好的成績 所以這個Masterless 其實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1942年 就是空戰裡面 應該是機身中彈之後 就跳傘 期間就死了 為什麼呢 可能就是因為他沒有開到降傘 即是直跌落地就死了 當然算是被人擊毀了 但是呢 在1942年他升職之後 其實你想想 用三年時間 他可以做到158架 那他跟Eric Herman比 去到戰爭結束 即是Eric Herman多打三年 才能做到350多架 即是可能如果Masterless沒有死 他的戰績可能有得亏 當然這些沒得好說 但是以他這麼短的時間 他的戰績很厲害 同樣在西線做到 他還創了很多紀錄 很嚇人的 他試過最高紀錄 是10分鐘之內 擊毀了8架敵方戰機 亦都試過 一個月最高紀錄 是打低54架戰機 即是如果你當你每天都有飛行任務 其實基本上 平均都可以打低1點幾架 甚至接近2架敵機 那這個真的是超人 基本上 所以呢 這個Masterless 其實都是在Pilotage 即是喜歡玩飛機 或者二戰歷史的朋友 都很像有幾個傳奇人物 Eric Hartmann 甚至Tiger Ace Michael Whitman 那些傳奇人物 是並列於榜首的 對我來說 其實馬莎莉 就是馬莎 這架就是他的作家 所以呢 看似的盒子就沒有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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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這架 看完這架 看完戰場機型 其實都不用想 這架根本就是 任馬莎莉斯的座架 所以呢 這架飛機 如果喜歡的話 B109F4 喜歡的話 可以考慮這架 好了 當然 有故事性 一次過連這架 Speedfire 一起玩 最開心 兩架 其實無論機的大小 性能 都匹傷百中 直到二戰後期 它們都有角力 所以這兩架作品 好玩的地方就是這裏 是有故事性的 以及兩邊都不少東西 這架戰機 波蘭這架其實都有戰績 這裏看到有五隻納粹的徽 即是打低了五隻納粹的戰機 這個就是馬斯利莎 真是死對頭 因為德國已經佔了波蘭 他加入了王家空軍波蘭機師 亦都有很好的戰績 在非洲 特尼西亞 或者一帶 就有激烈的糾纏 嘩 真的要這樣飛一下 如果真的 心溫仔有這種玩具 真是開心死 嘩 都追 實在太棒了 好 飛機也是一樣 那我就不嘗試用這個主觀鏡去拍了 我逐個逐個說 有少許今集有少許混亂 不好意思 好 先看看 不嫌 Speed Fire 這隻Supermarine 在Wild Air Force 不是波蘭空軍 所以是機師的波蘭 這隊 好 就是ZX-6 就是他的機隊 這個座家號碼 其實也有些東西 大家基本上去Wikipedia 看看是甚麼機師 好 280塊 很快就組成 一小時應該過半小時 我這麼慢手都搞定 一個機師 就在飛機裏面 後面 就有一些 機型的特性 即是真的機型 有些歷史圖片 功能 即是輪子 機器 機器 機師 也是非洲 也是非洲式 好 還有一個 Stand Stand 不是一整塊 都是自己組裝的 沒有看過的朋友就說一下 這個是波蘭做的 就是歐洲生產的 質量 經常都說 非常好 跟另一間歐洲大牌子 基本上是 極度接近的 你玩下去就知道 無論是重量 鬆緊度 準成度 水口位 另外就是設計 包裝 最重要 其實最重要 我反而覺得 是膠料 用膠料的成分 開模技術 即職務職務之間 合起來之後 空隙有多少 很少 很緊配 另外就是 再進心一點 就是怎樣設計出來 其實你組裝的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組裝的 但是像不像 漂亮不漂亮 做得好不好 和過程裡面的結構 安不安全 就是 穩不穩陣 好不好玩 比例上漂亮不漂亮 其實很考慮設計師 就是我一直組裝 一直體會到設計師 那些 例如John 香港那些 其實那個深度 是不是說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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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不是 有很多考慮的 例如成本 或者大小 其實那些職務公司要考慮 所以 Coby這個 絕對是做得好 好 好了 賣完一段廣告 我講一下 好 當然 多數他們的飛機 腹翼都可以接到 即是動到 動到 動到 兩邊都不用說 其實他們的飛機 有時候真的覺得很刺 但其實有特徵 我最近發現 我有一架F190 德軍的戰機 他最近出的款式又是不同的 他也是叫A8 但是呢 兩款的 細緻度是不同的 那我要慢慢研究一下 為什麼不同 好了 這支 這支 沒有記錯 應該是 波蘭的角徽 好了 那當然 Coby出這個機隊 我覺得絕對沒有懷疑的可能性 好了 那先講一下活動 機艙這個 沒有活動 不過可以輕易移動 飛機師在這裏 飛機師呢 後面也是沒有移印的 其實人也是沒有移印的 形狀跟其他傳統職務的人差不多大小 但是呢 它是修身的 就叫做V型 到V型 走的 看你喜不喜歡 那我就覺得呢 那些頭盔 配件那些 其實它做得 很好的 比其他品牌 還好 我覺得 好了 如果能夠背面印起來 就非常好 好了 既然下機 就把機輪 和大家講一下 那機輪 機輪可以放下來 以致大戰的戰機 有些人這樣放 有些人反轉放 一會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不同的 款式 機輪可以放下來 那經常都說 這個位置 它是會 即是 會有個 部件呢 將飛機的輪的支架 固定了 所以玩耍推 降落就不成問題 不會接了 那個位置就是這裡 按過來 就會 這樣穩陣的了 起飛就這樣 不用說 好了 底部也做回一些細節 例如機槍也做回來了 螺旋掌不用說 就一定可以動 很順的 好 整架都是跟回歷史的 歐洲公司 可能歷史事件 是發生在他們的家附近 他們很著重 那些 準確性 即是authenticity 也是我經常說的 這些 就不會走路 他們不會隨便作號碼 做個lowbody 出來 他們通常都有點有故事性 好了 機槍 裡面有細節 大不大隻呢 其實一張間斜那麼長 30cm左右 寬度 挺好玩的 那些大人小孩都適合 不會太小 不會太大 就是擺也不會太好看 這些轟炸機很棒的 B17 但是我覺得 真的 不是每個人都擠到 但是呢 好像很受歡迎 B17 不知道為什麼 好了 機子坐下去 好 出動了 我們去打馬沙吧 好 把它放回 先 攪拌 看一部吧 那飛機來說 我反而覺得 我挺滿意 Coby出飛機 出得很好 那你問我 其實 船 戰機 戰車都很好 但是飛機是沒有什麼 令人失望的 即是出了影 反而新的現代戰機 我暫時看它的vlog type 我就覺得好像簡單了一點 希望到現在出了就不是這樣 好 那我介紹另外一架 也要快一點 就是這架 5526 258 咦 比剛才的Sweetfire 機師都只有一個 這架其實是Marselis的飛機 來的 是非洲電場 後面也是有機身的 即是正式的飛機資料 也告訴你有什麼可以動 有歷史圖片 那這架其實是Marselis來的 OK 好 看看飛機了 飛機特征 機頭這裡 入封位 我叫入封窗 原來 螺旋章 這架是三隻 Sweetfire 是四隻 好 那先看看 這架 這架做法是外翻型 我們叫外翻 細節的不說 大家都知道是這樣玩的 是可以鎖定的 你看到我這樣做都不用怕 我會斷 所以我想說 設計和結構很重要 這架做到這麼薄 這麼多塊 它可以一次過揹一塊 這樣就變成模型 就不好玩了 它有很多塊組成之下 但你覺得它是堅固的 那這個分別就是設計的 好 副翼可以 活動 鵝船長說了 南美的副翼是動不了的 大隻那些可以 這兩隻都不行 那麼 機艙 機艙的蓋 這架是小一點的 其實事實上 這架飛機也是小一點的 在異戰來說 歐洲戰場 這架飛機是小的 但是呢 戰績標柄 好 開機艙 好了 那有人仔 好 先拿人仔出來 這個就是我看異戰歷史 電影 玩模型的時候 這個其中一個 喜歡人物 就是馬西里斯 名字很長 德國人的名字 我就不會說錯德文 我叫做馬西里斯 沒有啊 實在可以脫掉 不過不好意思 好了 當然脫掉了 好像我一樣 是乾頭仔 看看 其實傳統的頭 傳統的頭 是人 傳媒異人 有些人氣 OK 那麼 暫時不再說了 機艙一樣 有細節 有機艙燈 控制桿的 有在這裡 這裡甚至有個 我們叫準星 或者是瞄準器 在這裡 在這裡 那你說 前面的BF 我一看就知道是 這個真的做得不錯 就是 打側看 打橫看 打橫看 都很像 這些是標誌色的 他們的色型 唯一的小小的 好處就是 他們 Kobi 那些 戰機 我叫小型的戰機 就是這些 戰鬥機 因為體積比較細 他們通常都要黏貼紙 例如看到這些是貼紙 因為他橫跨了幾塊的積目 他就用貼紙 早期 但是後期 我發覺 戰艦在組裝的比斯麥 都發覺 是 他不用黏貼紙的 但是 比斯麥不是不用黏貼紙的 但是 是小一點 但是那些槍 船槽都要黏 但是有些大的迷彩 就不用黏了 其實這裡 我相信 接下來 可能這些可以做到 不需要黏 因為他在那個積目 做回二印就能做到 這樣就會得到 不需要優勝 因為有時候貼紙會 插到一刻 會弄出 暫時仍未見 不過 但是 要練功夫 不要說難 其實不是難的 不過 用點勁 但是 沒有問題 不過要練來練去 你知道很多 玩得其中的 其實未必想 搞這麼多 可能 啊 有二印 所以呢 他們這兩架還是一樣的 戰機來說很多時候都要練脫紙 大的就不用念了 當然這個就不用擔心了 這個戰跡就是印的 很小的那些 難處理的那些 他回去幫你做了 那會不會遲些全部都會用Stamp Pin 因為他們就強調這件事是用Stamp Pin 但可能始終有點例外 終於在德軍戰機來說 可以考慮一下 一直有很多款式都可以存在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想要一些資料 去那家去7 去7拿 這個免費派的 這些大本很少 小本就多些 其實差不多一樣 內容是接近一樣的 就是縮了一型 這些方面去保留 這個大本少少 當然是比較漂亮 但沒什麼 這本其實是2019年第三季 但都是很更新的 因為最新的期間都沒有派到 這些一本基本上你看到的都已經出了 好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兩對 活寶貝 死對頭應該是 死對頭 Dot Fight 真的 真的超厲害 嘩 嘩 嘩 最後呢 喜歡的朋友麻煩你 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Facebook 按PINEToysTV 你們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不要輪式,謝謝大家 祝大家身體健康 繼續和大家分享不同的玩具 拜拜